如果你现在还经常在后场机球时找不准点发不上力 那这个职业选手的灯塔步伐你一定要学会 这是所有职业女选手在后场机球时都会使用到的万能步伐 灯塔步伐特别适合业选手学习并使用 因为它可以让你找到最佳的机球时机和机球位置 让你用最舒服的方式打出最完美的出球 如果你也想让自己的出球和球速完成一个巨大的突破 那这个灯塔步伐你一定要学会 灯塔步伐解决的是我们在往后退的时候 经常退到位置后发现球在前面一点后面一点 找不到最佳的机球位置 并且这个球在往下掉时经常容易挥空或者慢打 发力也对不上这个球 所以我们在往后退的时候 这个灯塔步伐相当重要 我们在可以往后退的同时 膝盖微曲后脚跟保持微微抬起状态 保持一个弹性有活力的下值 然后退到相应差不多位置之后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脚像弹簧一样 连续的踩踏来微调我们的位置 让我们找到最舒服的机球点 并且我们还可以在微调的同时 来等这个球到我们的最佳位置 等这个球到我们最佳位置之后 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右脚落地的同时 膝盖大幅度的微圈 保持一个蓄力的状态 然后当球到了我们的最佳机球点位置之后 我们就可以瞬间蹬地顶跨 带动我们的手臂向前甩 用我们最舒服的位置 打出最快的球锁 这时你会发现 自己的步伐和球锁 都有了一个明显的不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